11月24号的早上 温州高速交警在巡逻的时候 竟然在朱永高速龙岩头的隧道内 发现一名男子停在了行车道内睡觉 大早上在高速上睡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画面中我们看到这辆车大半个身子还在行车道内 旁边车来车往非常危险 高速交警发现这一情况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可是不管怎么呼喊 驾驶员都醒不过来 为了保障安全 交警联系了拖车 将车辆和人员一起转移到了隧道广场 这时驾驶员终于醒了过来 最了解驾驶员姓李 当天凌晨和朋友在温州喝了酒 随后自己驾车 返回永家 2点3点来喝的 就是出去吃夜宵在那喝酒 是吧 对对对 一直喝到几点钟 应酬应酬 纯水应酬 喝到几点钟 喝到5点钟又 李某和朋友一共喝了两瓶红酒 结果就喝断片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开上的高速 我不知道我能停在高速上睡觉 就是后面就自己喝断片了 经过检测 李某的呼气测试为 每100毫升 181毫克 远超最佳标准 目前 李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将面临刑事拘留 驾驶证被吊销 5年内不得重新拷取的处罚 同一天的上午 在温州勇家街头 交警也查获了一名酒驾司机郑某 当时郑某正在街头围观交警 处理一起违法载人的行为 还试图帮违法行为人辩解 你不要说凤两话 你改天你开这个车上面坐人 我也带走我不开 那就行 那就可以了 你不要说凤两话 别人带了三个人 是吧 跟你两样的 对对对对 结果郑某走开不到5分钟 也骑着一辆正三轮经过路口 而这时他身上有明显的酒气 焦紧立即将它拦了下来 你站在那里那个人吗 是啊 我都会看一看 刚才你站在那说些话 就是你嘛 是不是你啊 有这个概念吗 经过呼气室酒精检测 郑某的测试结果为 每100毫升66毫克 属于酒后驾驶 郑某说自己因为有点急事要送货 见送货地点比较近 就抱着侥幸的心理汽车上路 目前郑某因酒后驾驶 正三轮摩托车 被处以罚款2000人的处罚 同时因无证驾驶机动车 被处以行政拘留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 先用咒试